中四的時候突然有些人就很認真跟你說 中一至中三怎麼讀書是沒問題的 但中四至中五你將會考一個公開考試 就會開始影響你人生的了 所以中四開始就要低起心肝讀書了 那時候有沒有人這樣跟你說話的 中五才開始 中五才開始讀書 那你中四呢 中四讀什麼書 中四也沒有讀書了嗎 沒有人跟你說話的嗎 沒有 或者說了也不聽聽 也不會溫習的 你去溫習而已嘛 我看到溫習我都投完 我那時候的學校都不是收得很好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有十九分 我好像比你低分 你二十多的 二十一 二十條路 我講到溫習得那麼辛苦 都是不忍耐這種混蛋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三 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 第二十三 二十三 春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